正所謂一白遮三醜 而想白白正的第一步就是防曬 擔遮、塗防曬、穿長袖衣 究竟哪個方法最最防曬呢? 首先讓我們請出給答案我們的道具 有這個UV sensor 這個專業的UV sensor 待會受到紫外線的照射就會變成紫色 然後我們有一部紫外線機 它可以模擬外面的太陽光照射 待會就可以給我們答案 究竟我們的防曬品能否防止紫外線 塗防曬究竟有沒有用呢? 結果告訴我們是挺有用的 塗薄一點的時候 基本上可以遮到六成以上的紫外線 如果塗厚一點,兩層的話 會見到幾乎是遮光的 塗兩層的防曬份量 大概是多少? 基本上是五元的份量 我會分開兩次塗的 第一次我們拿了一半的份量 就用平時塗霜的方式塗上去 等它稍微乾一點之後 我就可以用第二次 另外一半的份量 用按壓的方式按上去 不會推走了上面第一層 就可以塗到適當厚度 那不同質地的防曬 究竟防曬效果有沒有不同呢? 我們今天就試了兩種不同的質地的防曬 一種就是羽翼狀 一種就是霜狀 整個結果我們發現了 只要你塗的厚度是一樣的話 兩種的質地都是這麼防曬的 我們夏天出去游泳 都會選擇一些防水的防曬產品來用的 究竟事實上的防曬產品是否真的這麼防水呢? 我們今次就選了四款去看它的防水效果 一、二、三 哇!馬上 三下已經流白汗了 三、四 原來四、五下都已經流出來了 四、五 咦? 都五下開始油了 二十九、三十 噴了二、三十下 它仍然是不脫的 我們今天試了四款裡面 這一種是最防水了 如果你家裡都有些防水的防曬產品 想試一下防水效果的話 自己準備一個噴壺 和一塊膠板就可以試到的了 我們今天就試了很多不同的防曬產品 下一集我們就會試一下不同的防曬用具 究竟它們的防曬效果是怎樣的呢? 我會拍照 我的中文 一牆 一牆 3 一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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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